老人状告亲生儿子 是子女不孝还是另有缘由 沉默的被告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二十年误会不断 感情支离破碎 一招诉讼废墟上能否重建亲情 直到二十年的拥抱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2年2月27日 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发生了这样一幕 你看呢 你因为你是小啊 不像是你哥哥 老老是 还好哥吧 这哥哥也没有赞 自住这个啊 不很好吗 这样子 老一人呢 老一人呢 去 老一人呢 父亲啊 还是你父亲啊 去汉里远行都知道了 不难听就跟你说 你们先幽默一下吧 很好嘛 上阵亲兄弟打赞父子兵啊 其实这种还是你们 在法官见证下 79岁的阮在周老人 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拥抱在一起 而在一个月前 父子之间相见 还是这样的场景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我们看到一个月的时间 阮家父子从一开始的 怒目而逝 争吵不休 到后来的兵士前贤 相拥而弃 阮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又是因为什么 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呢 现年79岁的阮在周老人 是淮安市洪泽区新籍村人 他生养了三个儿子 都说养儿防老 本该养老不愁的他 却跟儿子打起了官司 阮老汉的大儿子早逝 三儿子赡养了他二十多年 如今三儿子经济遇到困难 他就想到 还留在家乡的二儿子 这二十多年来 自己背井离乡 是二儿子 占了老宅和田地 阮老汉记得 自己是2000年左右 离开家乡 到离家180公里远的 在扬州市投奔三儿子 这么多年来 三儿子夫妻俩对阮老汉不错 可他还是觉得别扭 因为三儿子在扬州 是个入赘女婿 还有个小女婿到人家 可能不一样 你自己把她捏过去 你捏面不可能不行 2014年 阮老汉得了一次重病 因为脑瘤做了开颅手术 全靠治疗及时 才捡回了一条命 2020年 49岁的三儿子 面临了生活困难 岳父母先后生病住院 作为坠婿 照顾岳父母义不容辞 此时阮老汉手术后 勉强能够走路 身边离不开人 三儿子等于 同时要照顾三个病弱老人 从体力和经济上 都难以招架 阮老汉体谅三儿子 主动提出 自己要租房单过 可是手里却没有钱 他就跟二儿子开了口 我以为心里要不到 脚滚 阮老汉跟二儿子 要钱未果 没过多久 老人跟老家亲戚联系 又得知了一个 惊人的消息 车之前不知道 要过年才打电话 车知道 这时候房子 他们协议已经签了 已经签了 同时他起来 收他一份 阮老汉从亲戚那里得知 自家淮安老宅 因为修高铁要拆迁 获得一笔29万元的拆迁 补偿款 二儿子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拿走了拆迁补偿款 他从大地的拆迁 那里应该大地的广场 广场是老头 就去的 房山山也是老头 一打电话 叫老头来把亲戚 他起来 得知二儿子 隐瞒了老宅拆迁的消息 独占了拆迁款 软老汉一气之下 赶回老家讨要说法 父子俩见面后 看到二儿子态度强硬 阮老汉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案 出现了这么大的家庭矛盾 当地村委会也出灭了 村委会主任表示 阮家老宅和田地 原本都在阮老汉名下 阮老汉一走二十年 他们只能通知到 在本地的阮家二儿子 觉得都是一家人 谁签字都一样 钱拿走后 自己家人分配即可 在村委会调解下 父子谈判取得成果 二儿子同意从拆迁款中 一次性给付父亲七万元 可是全部拆迁款到账后 二儿子却反悔了 现在老宅被拆 老家是回不去了 老家是回不去了 二儿子又不肯给拆迁补偿 也不肯给赡养费 阮老汉就没钱在扬州租房 一时间他陷入了困境 2021年12月 他决定将两个儿子起诉到法院 希望他们共同履行赡养义务 这样自己能够安度晚年 就现在我要去 要送费号一年了 延老了 原告阮在州 已经79岁 他就是长期 随三儿子阮兴患 在扬州共同生活 本来双方兄弟两人相安无事 后来因为拆迁补偿款 引发了一些纠纷 拆迁补偿款处理完毕了 又引发了新的赡养纠纷 二儿子为何沉默不语 能听到我讲话 一年给他一万块钱可以了 不同意 所以才有以后的事情 二十年前 老人背景离乡的真相是什么 也没有人回来 然后这些债务就是 全部是由我们联养 已经得到一笔拆迁不长 老人再起诉 抑郁如何 我终于我们还有七万人 这个也是可以承拆的 迟到二十年的拥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法院受理诉讼后 考虑是父子之间的矛盾 先分头进行了调解 法官也疑惑的是 既然经过村委会调解 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那么二儿子 为什么会变卦呢 二儿子对父亲的起诉 又是什么态度呢 软老汉儿子 今年五十四岁 从小听力弱 没上过几天学 不大识字 现在听力完全丧失 只能靠他女儿 也就是软老汉的孙女 带为解答 就是因为一个情 还有这个就是访着 这样的结婚 结婚的时候嘛 打他嘎的时候 这个访问是给他的 对不对 就是事实 还有你可以问村里 因为上面这个协议 他写的就是 不是协议 就是这个合同 写的就是我爸名字 还有什么身份证 被拆卸一旁 对对对 找的是他 对 所以我就签字 原来当年软家二儿子 有听力缺陷 娶亲不易 1995年 软老汉做主 把老宅给了二儿子 二儿媳妇才进了门 之后软老汉一走 就是二十多年 中间也没回过村里 村委会只能找二儿子 办理了拆迁事宜 老宅拆迁后 二儿子现在只能寄住在 女儿婆家 孙女和软老汉 没怎么生活过 感情淡漠 他对一再要钱的爷爷 很是不满 爷爷回来 回来住的时候 到这里 你们还住在房子里 还是 就是我公公 我公公 没去世之前买的 那你们没买房的 全部够到他买的 孙女表示 在村委会的调解下 父亲确实曾经答应 给爷爷七万元 因拆迁款没有一步到位 便商量是否能分期支付 但软老汉始终不同意 等于一年给他一万块钱 可以了 有医药费另外负担 生命他另外负担 不同意 所以才有以后的这个事情 僵持了一年多 到了2021年11月 因为急于用钱 阮老汉让二儿子从拆迁款里 一次性拿出5.6万元 就算两清了 这个5.6万元刚拿没多久 还没到一个月了 一开始指出他不抚养的外 不正宗他的问题 让二儿子家没想到的是 阮老汉刚拿到5.6万元的拆迁款 一个月后 转头就将两个儿子 都告上了法院 二儿子家不满的是 阮老汉起诉状中 并没有提到 之前已经给过 5.6千元的事情 他们觉得老人是言而无信 同样接到起诉状的 三儿子态度坦然 他表示 赡养老人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但自己是上门女婿 必须平衡好自己家 和妻子家之间的关系 何况二哥是有能力 跟自己一起赡养父亲的 他赔的钱不少钱 跟老头的一分钱都没给 出交通事故也赔了不少钱 大概赔多少钱 赔了100多万 然后在之前干净房子 一切钱一切好了 那都没办法我去 仔细买的不都去不退 女主险问你会帮你 他要调节 连个人都出门 一不都没什么责任 2021年1月 法院约父子三方到法庭 第一次进行现场调节 面对面调节不欢而散 法官决定改变策略 分头到两家做说服工作 这才了解到这20年来 二儿子命运多舛 听力残疾的他 14岁当木工帮衬父母 1995年好不容易才娶了媳妇 不久因为母亲生病去世 家里欠下了10万元外债 阮老汉当年是躲债去了扬州 移去就是20多年 这笔10万元的债务 最后还是二儿子的妻姐帮忙还的 20年了 我说谁走 我记住我妹妹夫妻儿子结婚的时候 当年有人来要债的时候 他就怕走 他是怎么走的 是人家是来要债 不债的时候是怎么走的 活了几十年还惨惨没的呢 我把老妹也不日 我把妹妹也不日 就跟他吵 你干不得债 现在你叫我还债 可能还几个债务 就是错的 就是没几十次错的 老爷子就是出去 就是跟这个阮性外老三 是打工的 打工 当时五十几岁 出去赚钱还债 是这个意思 但是也没赚到什么钱 结果到 结果整个人就不回来了 结果 就没从来 从来就没回来过 人也没回来 然后也没有钱回来 也没有钱回来 然后这些债务就是 全部是由你们家还的 由我们年家还的 二儿媳妇跟自己姐姐 借了十万元 赌上了阮家这个窟窿 二儿子家日子 才安生下来 还清债务的是 阮老汉知道 但他觉得 自己把老宅和田地 留给二儿子 足以抵这笔外债 时间到了2012年 二儿子出了一场车祸 眼睛和腰都做了手术 当时拍一个照片给他们 一起拍给他们 当时没有人一个反应 都没见到 打个电话过来 二儿子家人表示 这是让他们对阮老汗心寒 二儿子商与后 二儿媳又得了尿毒症 到处寻医问药 这不就叫德士吗 中美医院看来 看来你问到他 师父你拿过一份钱吗 都是我们人家在职职 一直在职职 祸不单行的是 2019年 二儿媳妇又出了车祸 当时三儿子来看望过 留下了一万元钱 但是阮老汗始终没有现身 二儿媳妇经过五个月治疗 还是撒手人寰 二儿子中年丧妻 精神遭受重创 听力全部丧失 没法外出打工 内心也怨恨父亲的无情 而阮老汗表示 自己没去看望二儿媳 是因为自己做开颅手术后 行走不便 二儿子这才得知 2014年 父亲做过这么大的手术 感觉到 这个可能双方 还是很有引擎 双方没有说去 把说一些 是更实际的情况 说的情况 不够全面 法官从双方了解情况之后 感觉到 其实阮家父子之间 兄弟之间 并没有什么大矛盾 完全是因为隔阂导致的误解 但是阮老汗觉得 原本二儿子家经济情况不好 不赡养老人可以理解 可是拆迁这么大的事情 不通知父亲 还独占了29万补偿款 这实在说不过去 二儿子家人表示 那笔拆迁补偿款 已经没了大半 他还了十万块钱 给我奥移了 到这里 法官感觉 如果不是因为 这笔拆迁补偿款 就不会有这场赡养官司 因为阮家老宅拆迁 已经完毕 法官还是和村委会主任 到原址了解情况 他不是南部乡的呀 他门头是 他现在门头是 三点 听取了各方的说法 法官对阮家 二十多年的恩恩怨怨 有所了解 当年阮老汉欠下的债务 属于阮家的共同债务 子女承担也是顺理成章 而这和子女 对父母进赡养义务 并不冲突 老人在拿了5.6万元 拆迁补偿之后 再度提出赡养费 也是他的权利 没有完全主张前面的三养费 没有主张那么补齐 还有一个就是2014年 他爷爷做了一个开路手术 当时花了10万元 10万元 就是客租医保部分 还有7万元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主张的 所以说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他们应该负担的是 大远远大于这个5万6的 所以这个方面 之后我们经过我们说 应该他说 也无话可说了 好的 确实无话可说了 两个儿子通过法官讲解 都意识到 父亲的赡养费必须给 可是怎么分担才合理呢 以家庭兴建这种情况呢 我们考虑来考虑去 最终还是以一种 调解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事情 这样会有利于 方方弟兄和自律之间的关系 把这个家庭能搞得的话 可能容缺一点 现在你看看你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意见 我以为自己养费 我所在的这个人 给自己养费也不需要吧 三儿子强调 自己已经对老人 尽了20多年赡养义务 是照顾二哥家庭困难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二哥不但拿到了一大笔 拆迁补偿款 之前因为二嫂出车祸 还有一大笔车祸赔偿 二哥家已经金非昔比了 事实是如此吗 二十年隔阂 误会不断 法庭对质 方才发觉彼此都不易 你承担七百 他承担五百 这个就比较好看了 非常密切 五百后修复 血浓于水 能否迎来大团圆 三三七兄弟 打赞父子兵 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养老 解除这个后顾之忧 应该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保障和支持 迟到二十年的拥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法官了解了阮家纠纷的来龙去脉 感觉父子三方存在比较多的误解 以至于矛盾不断 为了说服阮老汉 必须靠事实说话 法官找到了二儿媳的车祸补偿协议书 希望可以帮助阮家父子解开误会 这个机动车装上 他自己要承担30%的责任 人家只赔70% 然后他就死亡了 他医疗费 他昨天说花了40 50万 应该是事实 这不会乱说的 这个应该可能就没什么钱了 二儿媳妇车祸赔偿款只有47万元 并非传说中的一百万 阮老汉还听说 在拿到拆迁补偿款后 二儿子家还买了房子 这传言又是否属实呢 法官特地到房管部门进行查证 第二个就是他就是还有一个 拆迁补偿款 他一辆是会还了10万块钱 这个你们说是他 利用这两笔钱去买房子了 但事实证明他没有买房子 因为我们也查了 法官发现 阮家二儿子明夏 以及孙女明夏都没购买房产 反观三儿子 三儿子有一个小建筑队收入稳定 经济条件相比已经算不错 法官提出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希望兄弟俩共同承担赡养费 每人每月600元 医疗费医保报销后平均分担 这起父亲状告亲生儿子的官司 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当年近八旬的阮老汉得知 54岁的二儿子听力丧失 寄人篱下 老父亲反而开始担心起儿子的晚年 这其实都反映出农村养老的困惑 那么农村养老需要如何保障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华女子学院 李明顺教授的解读 去年11月份 中共中年国务院就出台了 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意见 在其中就明确规定 我们要制定养老服务清单 那么去年的12月份 国务院就出台了 十四五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规划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明确了 要兜住底线 广泛普惠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而且对经济困难的 要给养老服务的生活补贴 对于失能的老年人 要给予护理的补贴 强调了政府的兜底保障功能 你像这个案子发生在江苏 江苏省的十四五 养老服务发展规划里头 也规定的很详细 你比方说第一个 对家庭养老要给予支撑 另外再一个 要把特殊困难的这些老年群体 纳入到基本养老服务的范围 这个来讲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另外公办的养老机构 那么要起到兜底保障的作用 等等这一系列措施来讲 为我们老年人的养老 解除这个后顾之忧 应该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保障和支持 法官一再跟阮家兄弟强调 子女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责任 但是前提是子女要有赡养能力 那么阮家二儿子 有没有经济来源 有没有赡养能力呢 村委会主任解释 二儿子虽然有耳机 但还有劳动能力 也没有办残疾症 加上阮老汉把老宅和责任田留给他 除了剩下的十几万房屋拆迁款 每年田地出租也有近万元的收入 加上他偶尔做做木工 并不需要申请低保 在医疗方面 江苏省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生病能报销一部分 失能失智老人 也可以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超过六十岁的农村老人 省里每个月发一百三十五元的养老补助 三儿子得知二哥现实困难 主动提出要和他面谈 当面要跟你们歌唱一下 歌唱一下 和别的歌唱一下 这次见面 两个儿子已经通过法官了解了 彼此真实经济状况 解开了误会 沉默已久的二儿子 终于开口了 我怎么接不起来 管管了你 你问我妈那时候 是房子上去的 去都去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什么都不还你 在那儿给他道个心 过去是都不谈的 从人家也是 老爷子这个 咱们给我们的 老爷 你去口我哪里去口啊 他也去口我 你去口我 你去口我 你因为打个家 我们那时候 去口你 同事哪个人 你不问到你 老爷 我没打你我问你啊 打你我就说 打你我哪个人 他把你理 我说了 我说了 我都非常兴趣 我说的好事 我都把他吃过 三儿子意识到 自己在经济上 应该还是比二哥好一些 血浓于水 他体谅二哥家庭的不幸 他愿意给二哥 在建筑工地 找木工活干 你成全你二国 就是成全你家 真的 比如我现在 我都出来 到老爸家庭 你没给你做吧 像是过来 你们去 有什么事 老爸家庭 你说我带到在里面 我去他来去 我去带到 走房子一车 去吧 这个名字 你叫什么 要不 要不你跟老三 就做工 行不行啊 你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你跟老三 就出去做做 2022年2月27日 在法院主持下 阮家父子三人 达成赡养协议 从2022年3月1日开始 阮在周老人的赡养费 二儿子承担每月500元 三儿子承担每月700元 每半年给付一次 之后发生的医疗费用 两人一人一半 这是怎么这个啊 很快吧 这样子 老一阵呢 老一阵呢 去 老一阵 来 阮先生 父亲啊 还是你父亲啊 去看你员行 都知道了 我哪听就跟你说 你们先幽默一下吧 很好嘛 上阵亲兄弟 打赞父子兵啊 其实这种还是你们 今年6月30日 是阮家两个儿子 给付父亲半年 赡养费的日子 希望两兄弟 都能依法履行调节协议 毕竟血浓于水 老人在 家就在 阮家的这起赡养纠纷 反映的是老龄化社会 农村老人面临的难题 可喜的是 江苏省专门制定了 十四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 从资金投入到制度建设 各个层面完善了养老事项 进一步加大农村养老机构 建设和投入 相信更多的老人 可以打消顾虑 遗养天年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